二屋战如果一天不平息 我们台湾的经济 我们的出口会受到多沉重的压力 我们先秀一下国发会那张字卡 来梦道请上来 国发会就明讲了 二屋冲突会让我们台湾的出口 受到冲击很大 伤多大 待会再来说 只因为今天的数字还不错 二月份的外销订单 请看标题 刚刚最新的 高达了515.6亿美元 零24红 创同期新高 令人同期新高 只是我怕这个好成绩单 会不会就像国发会的那一张资料 我们还在站 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的出口 不会受影响 影响颇重是吗 是啊 我想大概基本上出口 是因为全世界经贸环境 尤其台湾跟全世界经贸的联动性很高 我们这次来看一下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 国发会虽然市井 但是他也有点保留 雨带有点保留 是什么意思 基本上他特别强调 说直接的冲击面不太大 主要冲击面是在什么 是间接的影响 直接跟间接差在哪里 意思就是什么 直接就是我们跟俄乌之间的一个直接的经贸 如果假设这个没有很大的话 那冲击不会很大 但是有可能会怎么样 因为他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的环境 这个就会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 你去看一下台湾跟俄乌的出口的比重 你发现到什么 台湾对俄罗斯大概只有0.3% 对乌克兰更低只有0.04% 而这个低的背后意涵 跟您报告 乌克兰跟国外买的东西 各十百千万 一万样当中只有四样是跟台湾买的 所以我们跟台俄贸易的总金额 比例是偏很低的 所以才没有直接影响 对 没错 所以当然这个没有直接影响 是讲个直接面向 直接就大了 对 你就发现到什么 因为台湾跟全球的经贸 联动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意思是什么 你看一下我们的出口依存度 什么叫出口依存度 就是我们的出口比重 占我们的GDP这样的一个比重 高达多少将近六成 七点五%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一次外乌冲击 大家担心的是什么 全球贸易可能因为这样而萎缩 前阵子大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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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总裁 那个吉尔雷伯他已经出来讲 他准备下修 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 没错 所以这时候发现 全球贸易萎缩 我们都知道因为联动性高 所以这时候台湾的出口 就会大松影响 你看我们出口的依存度这么大 如果今天出口真的受到了 往下打受损的话 我们GDP有57个百分点 56就不见了 五成以上GDP就变minus 所以当然影响大家会担心 对那我们来讲 这是比较偏向实体 就是这种经贸的层面 还有另外一种层面是什么 它有可能会怎么样 导致什么 物价这一块通膨会大幅上来 对不对 那你就发现到通膨会上来 是因为什么 这大家就当心是油价的问题 OK那我们来讲一下 它的背后的逻辑 大概是怎么样 当你二物冲突开打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都发现原物料价格开始飙升 全飙涨了 对全部都飙涨 软硬原料价格 对没错 如果飙涨的时候就代表什么 通膨是恶化的 是的 当通膨恶化的时候 你就发现到什么 这时候什么 我们开始发现说 全球的消费还有投资的信心 就会大幅的减弱 因为呢 东西都变那么贵 我当然就不买东西了 所以购物件就往下掉 还有现在升息 还有原物料变贵 我买这个做这个棒子 所有的原料成本都那么贵 本来做100支 现在做50支 所以我投资的力道也缩减了 没错 这时候怎么样 跟刚刚前面的概念是一样的 这时候台湾的出口 当然表现就会大受影响 原来是这样 OK 所以我说国方已经预估最坏的情况 他预估什么情况 如果油价涨到128美元 OK 在这种状况之下 这时候怎么样 大概包括一些所谓的国外的报告 都指出来 全球的GDP大概会下滑 0.6%到1%之间 很简单 因为世界各国 他们的经济成长率 都会因为油价的飙高 导致它的成本增加 是 投资微缩 消费力道递减 所以GDP下滑实属必然 对 没错 那你有发现到 我们刚刚讲的 全球GDP下滑的时候 这时候台湾出口 当然也会跟着大受影响 好 因此国发会说的 间接影响台湾的出口 回到刚刚的外销接单 我为什么要先念外销接单 我们的出口好不好 等要外销接单先说话 所以二月份 这个二月份 二屋站是二月底才开的 二月份一整个月 我们外销接单不错 那是因为三分之二之前 那时候是没有二屋站的 我单子先接到 我接一万只的这个棒子的单子 然后做出来之后再出口 偏偏二月底二屋才开站 很有可能棒子人家是一万只 到最后只买两千只 五千只 所以才会担心后面的出口不好 第二个也是我担心的 因为油价这么一涨 央行就明讲了 不要说128啦 120至上 我们就讲油价 如果涨超过了每桶110的话 我们的通膨率会增加 0.5到0.7个百分点 而且直接就吃掉 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0.4个百分点 我刚刚说 央行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4.05 你心生也知道 4.05减掉 0.4 那不就是4就不保了吗 对吧 我想瑞涵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要说 瑞涵其实不用那么担心 真的 因为央行其实已经把这个油价的冲击 把它考虑进来 我等一下会讲稍微 再解释到这一部分 再说明清楚一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为大家其实这个面向 当你油涨到110美元的时候 这时候什么 CPI其实是最第一个受到影响 消费脚务价值数简称通膨率 对 没错 那台湾为什么冲击那么大 是因为什么 台湾的能源是高度依赖进口 是因为依赖进口 所以你发现我们进口比重 说我们能源高达97.7% 意思就是100块里面 98块都是进口来的 跟人家买天然气 买这些石油等等 对 没错 那你就发现到 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 当原油价格上涨10%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样 台湾的CPI预估 大概就会增加0.2% OK 那这时候我们是假设 这央行的报告里面提到 如果在一开始开打之前 大概是83美元 涨到什么 未来是涨到110美元的时候 涨幅大概是三成多 32.5% 那如果你从10% 涨会 台湾的CPI会涨0.2% 这变成说他的三倍嘛 对 所以他其实就估什么 CPI他估说央行就估说 其实大概会涨0.65% 对 因为你如果有涨一成 是影响到通膨 通膨会攀高0.2 0.2 现在这个变到这个 当然这个就要乘上3了 就是0.6 没错 差不多 OK 所以我说央行其实这时候就是 你发现到他在这一次的预估里面 在CPI预估里面 他从原本他是1.59% OK 这一次预估出来数字是2.37% 大概增加了0.78% 好高喔 所以其实我就讲啊 你发现到这个数字 其实0.78%跟0.65%差异不大 因为什么 我觉得央行其实大概已经认为 油价可能会涨到110美元 今年有这样的可能性 对油价可能在今年居高不下 是 我们秀一下那个K 把布兰特原油 我认同杨总裁的观点 油价喔 我把110画一下 你看果然 观众朋友 在开打之后 接下来油价几乎呢 110以上的时间是长的 几率是高的 我问你喔 现在呢 因为有战争 所以呢 有战争让油价飙高 之后喔 就算没有了个战争 油价还会再飙高的论点 是不是来自于 大家世界各国的升息 证明GDP复苏力到往上 所以用油量的增加 才会让油价顶在110之上 是这样推论吗 是 他其实从供给面 跨到需求面的概念 所以现在 跟今年的未来 听懂了吗 接着来看一下 后半段 OK 既然CPI会变上大洞 那你就发现到什么 这时候什么 我们刚刚其实路长 前面有讲 GDP就是我们的经济成员 当然也会受影响 怎么样影响 你就发现到什么 油价大涨 我们刚才前面不是讲的吗 他会压抑全球的需求 对不对 让你出口下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他油价大涨 也会什么 推升国内的CPI 就是上面讲的这个 这时候怎么样 CPI上升的时候 你的消费跟你的投资 当然就会被压抑下来 这一次其实你发现到什么 我们主记处估计我们的GDP 今年大概有4.42% 那央行其实为什么会估 他原本的估计 估4.03% OK 他为什么会做这个数字 是因为什么 他其实在这一次 本来如果没有二物冲突 他会大幅调升 我们的GDP成长率 所以我说 他其实认为 虽然会有冲击0.4% 但是他其实已经什么 用主记处的数据 把他扣掉之后 得出央行这个数据 我觉得就是合理的 幸好 那如果让你这么说 油价就算会这样 这个都会发生 但我们今年 经济成长率 报4没问题 基本上还是有可能 漂亮 再来结论 OK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留意 有两大风险 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们前面讲 如果二物冲突 持续扩大 说真的没有人敢说 他后面的这些冲击率 大家就会觉得很大 这个是比较需要留意 另外一个是什么 油价这个飙涨的状况 如果超出预取 什么叫超出预取 比这个110美元 更高的时候 那我们刚刚的前面的推论 其实就代表 他后面的冲击 当然也就会越大 关键认同 如果现在是110 你再涨到120没头 它可是再涨一层 没错 再涨一层 你看这个的增加 这个的吃掉多少 就会变成全部都负向了 没错 好 感谢孟涛 非常谢谢您 请回座 国发会的事情 亚港的担心 GDP的未来预期 梦道刚刚都已经说清楚了 开始归纳重点 从圣洁来讲起 收到通膨 得归咎到油价 你看连亚港 国发会都盯着油价看 所幸现在油价 见到一点点好消息 因为伊朗核弹派 见到曙光了 油的supply供给面 如果能够增加 现在油的弹高 很有可能就不会再飙涨了 刚刚这个圣洁有讲 它应该油价会处在 跌升反弹之后的 偏弱的弱势整理 因此四话我们盯着 挑的方向 一定要大的集团保护散 要有业绩的 台速台去 另外美国发展半导体 把我们台积电给请去了 日后连电也会受邀 到美国去做设厂吗 几率颇大 甚至讲了 因为像底特律师 他们其实生产重镇 通用拉福特等等 都用好多好多的车用晶片 车用晶片 有一半是承受晶片 承受制成 有一半是高阶制成的 总之如果连电 跟台积电都过去 他们的车用晶片 不管是先进制成 成熟制成都不用担心了 如果真的会去设厂 应该会是12寸的晶圆厂 车用晶片为主 说来说去都是半导体 难怪非半 领先了道琼跟纳萨克 站上了年限重要大观 这一条的年限重要大观 大概是3375左右 如果年限能够守住 下一个关卡就是看 这个领域大概3600 还有包括这一条 应该这一条是 半年限左右 这一条3562确实是半年限 所以3562 3600 这关卡就有机会挑战 当然如果非半往上走 他的路 那么台股机会就来了 显然的台股 刚刚圣姐点了 就是一个双脚成型 缺的就是在量 这个量呢 今天实在太少了 如果这一条的半年限跟月限 能够十足的像月限 月限如果抓一下17600左右 真的要扎实站上去的话 最好要搭配 4000亿的量会比较优哦 当然呢 4000亿的量为什么不敢滚出来 外资还在卖呀 外资呢 买又买不多 外资你也不要挂他 买不多 因为呢台币现在呢 只扁回升 今天呢又重扁了 扁了一角多 28.4 28.5 又再次见到 你叫外资怎么买 外资如果又没有大买 量怎么涌出来呢 这第一个重点 当然还有包括了台积电 台积电呢 七位副总在二月份 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 因此呢 他们高层在买 不要忽视哦 意义重大 曾经呢 他们的高层 张仲某先生也买过 2010到2014年 加码这家股票 每次买 接价 耳后 都会有一波段的涨幅 涨四成 涨七成 然后呢 还往上涨了两成四 就是这么个涨法 所以呢 七位副总买 不管他买什么 买多少 买的指标意义是重大的 而外资呢 1052块钱的 台积电目标股价 我得要说哦 它是花旗喊的 但花旗上个礼拜五 反而是在卖 金管会要查 外资心口不一 请多留意 但更重要的是 台积电呢 先进封装的资本支出 所谓的资本支出呢 就是提拨一笔比例的钱 日后呢 扩敞 买设备 扩产用 资本支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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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刚刚设备有讲 先进封装是 佛 先进制成 做出来那颗的晶片 3奈米 5奈米 2奈米 那些的晶片 晶片好多颗 之后像这么多颗的晶片 都要裝在一個小小的印刷電路板上 當然走平面的放不下 只好走立體的這樣子往上裝 這些就叫做先進封裝 走立體的是非常困難 所以資本之初 逼近英特爾當然就可理解了 未來你看包括了散熱晶片 功耗晶片 運用伺服器 AI 等等晶片 5G手機 5G基地台 這些很多都會用到了 先進製程相關的晶片 難怪會擴大先進封裝的支出 總之說到了外資對於台積電 待會再盯一下它的動作 當然台積電短線上 地級定額買零股的方向是不改變的 如果短期操作繼續抱著偏多 看年限600塊 長線就是剛剛說的 地級定額本一筆現在大家認為 30倍如果今年零預估 台積電會賺3個股本30塊 那麼30x30就是900樓 如果今年是賺26塊 曾30倍的本益比 一樣是780的觀眾朋友 幫你心算了一下 下一個重點 現在麻煩您冷靜一下 不要激動 因為3月底的此刻 正在夯的是 投信悄悄布局買股票 買的就是為第二季 卡位的第二季的作帳 因此近10天投信買這麼多 買的都是第二季的期待性 這些的標的已經在蠢動了 只是粉絲在問 明明就生息為什麼富邦金那麼弱呢 怕呀 富邦金踩到了惡債 這就是他的最大擔心 因此如果二債比例偏高 麻煩您要避開一下 富邦金還會再做修正 甚至說頭囉 反倒開發金呢 那如果台灣50的新成分股 它比較有機會 接下來說到了股市走多頭 戰爭不可能打到永遠毫無止境的 因此呢 只要資金行情退位之後 升息伴隨下的基本面行情 你也認同 全球股市 美股台股如果都接人的話 股市走多頭 那麼你買高股及值利率股 不能只是想說 你配息給我就好 應該還夾了一個 配股票鼓勵 再加上一個現金鼓勵 兩個會更優 剛剛呢 玉堂都已經試算給大家了 怎麼可以算 股票鼓勵如果配多少 先跟大家說一下 報告這個欄位喔 以台氣銀為例 今年呢 是一股配 0.37元的股票給你 但是呢 股票命額是10塊錢 因此您得要先把 0.37元除以10塊錢 因此一股是配 0.037股票給你 一股若配0.037 一張是1000股 乘下來就是一張 你可以拿到 37股的台氣銀 換句話說 如果你有28張的台氣銀 你就多了一張 台氣銀的股票 是它配給你的 不相信 如果它配股票給你 你可以賺更多 這個算是已經說明一切了 你看總報酬 在短短一年多 兩年時間 報酬率多配了股票 可以多達兩倍以上的報酬 像萬海盛一台氣銀 兆豐金控 在今年都會多配 股票鼓勵給你 第三個重點 國發會有事件 會影響到了我們的出口 如果澳湖戰不停息的話 會怎麼影響到出口呢 不是直接影響 而是間接影響 因為如果戰爭一直在打 油價就會飆高 油價一飆高 世界各股的通貨膨脹 壓力就會變大 我生產企業端 成本變多了 我生產量就會遞減 全世界的需求 遞減了買東西變少 我們出口 當然就會受到的衝擊跟影響 國內消費動能 大家越吃越少 越買越少 這就是大家擔心的地方 所以真的有此事情 請小心 那麼央行一樣的擔心 央行擔心 如果油價飆涨超過 每桶110的話 我們通膨率會多了 0.5到0.7個百分點 東西變貴了 你怎麼會吃更多 當然就是花用 都少一點點了 你不花它不用 生產端不生產不消費 因為我們都不買了 它幹嘛生產這個棒子呢 幹嘛堆點蛋餅呢 生產端也遞減了 GDP在I的部分 投資 包括了C的部分 全部都會往下掉 因此呢 會吃掉我們GDP 0.4個百分點 縮性 剛剛夢道說得好 不論是國發會 還有包括了央行 還有主計處 都把這GDP的預估值 考量進去了 因此呢 我們今年GDP 保四是不成問題的 以上結論跟您最佳分享 進廣告 回到現場之後 接下來大盤交給居民了 台股那個雙九 是不是真的能夠站得穩呢 還是在腳走穩步調當中 PCB喔 其實真的很不錯 但大家不是操作都一樣 有些只能做短 航運部分呢 有的是低埋 有波段 有的只能去均坐 差在哪呢 去均坐 過了 有的只能量 是比以下 has tit費